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外派到非洲 而发现这个打工可以累积非常多的薪水 派驻非洲的薪水跟补贴相对都非常高 公司管吃管住 然后当地没有什么地方花钱 所以外派到非洲很容易就能够存到留学创业 或是回国买房子的经费 这个诱因非常高 但是非洲本身人生的安全风险高 外派期间工作跟生活密切结合 所以跟亲友之间的联系情感缺乏 这是付出的代价 过去十年来 因为北京当局致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政策 大批非洲年轻人来到中国留学 有些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建设 我天使有一个中国企业在首都利用会 为我们建设国家积极馆 经过一位中国朋友的介绍 一平之来 也有人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与生活 甚至还有不少非洲人为了能赚取更高的薪水 选择非法留在中国 广东省的广州就是有名的非洲人聚居地 这种为了高薪或者更好生活而远渡重洋的选择 如今却在非洲与中国之间出现了反向潮流 中国大陆近年来 青年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 年轻人失业率更是高到政府被迫盖牌 今年八月起不再公布最新数据 避免引发恐慌 在大陆就业市场起薪第一森多州少等现实下 过去几乎不会考虑的常驻非洲工作 就成为不少社会新鲜人的选择 例如目前在肯雅工作的29岁于春雨 就是大学一毕业便选择来到非洲 如今五年过去 他手把手带出的当地学徒已经几乎可以独当一面 现在基本他们流程也都清楚了 一切也就基本都能熟练使用 我感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而31岁来自内蒙古的武哲 更坦言 过去三年在西非毛利塔尼亚 实现了原本在大陆境内几乎不可能拥有的 住豪宅 三餐与居家清洁 都有专人待劳的老板等级生活 有大概有六个卧室 六个卧室 一个汇格金 一个办公室 工作量说实话相比国内是小了很多 通行时间没有了 然后很多杂事也没有了 就完全自己来掌控自己的时间 可以做很多你以前想做有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中国大陆当前经济低迷 竞争越来越激烈 选择外派非洲的工作 除了能拿到与非洲境内相似水准的薪资之外 还可以拿到可观的海外补贴 而且因为外派期间吃住都有公司负责 福利相对更好 存钱也变得更为容易 你的工资在这里是比国内高很多的 然后你在这里没有支出 你基本上没有娱乐活动 也买不到衣服 也吃不到麦当劳 也没有商场 什么都买不到 所以你的钱全部都留下来了 有人派驻非洲两年就存到用来创业 或是留学的第一桶金 五折则是一年存下约40万元人民币 未来回内蒙古老家买房 已是绰绰有余 然而人世间的选择不存在既要又要 外派非洲虽然可以快速累积资本 但当地的治安环境较差 曾经有中资企业住民日的一群员工 只因为集体离开宿舍区到外面餐厅吃饭 就遭遇打劫 导致企业往往要求派驻的中国籍员工 必须全天候留在宿舍区 外出必须报备 就连去市场买菜都要由保安人员跟随 行动上相对不自由之外 工作上也必须随传随到 省点时间 省点钱 但是大家还是需要娱乐的 这个长时间的缺失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你可能要结婚 生孩子 但是你来这边的话 这些事情全部都搁置掉了 此外与亲人之间只能透过视讯或者电话联络 情感的维系也更困难 尽管存在不小的挑战 但非洲已确实成为大陆年轻人的新选择 例如今年7月一篇标题为 年薪20万你会否考虑外派非洲的文章 就曾经冲上话题热搜排行榜的首位 文章的阅读量更高达两亿次 近30万人参与互动 而在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 小红书和哔哩哔哩上 以非洲工作经历为主题的影片 更要升为大陆影音网站近期的财富密码 有分析认为北京当局持续透过大国崛起形象 吸引海外青年回国发展 但现实生活却出现年轻人远赴非洲等海外工作的热潮 似乎也反映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